你好,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2666》。 有的作家一生只写了一本小说, 却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比如《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 也有的作家用丰富的作品暂停了历史, 比如写出《月亮与六遍式的毛母》。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就很独特了, 他很晚才开始写作, 写作的目的也很淳朴。 竟然是为了给孩子赚奶粉钱。 他就是致力著名诗人和小说家, 罗贝托·波拉尼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波拉尼奥生前的最后一本小说,《2666》。 本书创作于20世纪末, 世界即将踏入全新的21世纪, 而波拉尼奥的人生却来到了尾声, 于是他被严重的肝病产生。 拖着病体用五年时间写完了这本有五个部分组成的小说。 遗憾的是, 最后他还没来得及对手稿进行润色和修改, 就离开了人世。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波拉尼奥还不忘子女的经济问题, 决定要用五年的时间将本书以五个单行本的方式出版, 这样子女们每年都能拿到一笔稿费。 然而, 当波拉尼奥离开后, 他的好友和出版人经过研究, 出于对这本书文学价值的考虑, 决定还是合起来出版最好。 他们相信, 若使波拉尼奥在世也会同意这个做法, 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那这本《2666》则被文学评论界称赞为新一代的拉美文学巅峰之作。 本书被《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最佳小说, 并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的最佳小说奖。 《2666》有五个看似独立, 却由彼此呼应的部分组成。 故事发生在作家虚构的一个墨西哥边境小城圣特莱莎, 这里因为一系列妇女谋杀案而被世人关注。 可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悬疑小说, 那就错了。 这本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文学中的文学, 就是因为其庞大的文学题材涵盖了 艺术、神话、心理、人类学以及文学评论等多种门类。 可以说, 波拉尼奥试图用一本小说来包罗整个社会万象。 西班牙评论家表示, 《2666》是一部滔滔大河般的剧著。 作为全景小说, 它的能力是既连结合同一起以前的全部作品, 又大大超越前辈。 创造这一史无前例现象的罗贝托·波拉尼奥, 也被誉为那一代西班牙语世界中最值得钦佩的小说家。 波拉尼奥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雅各, 童年时期辗转在智利各个贫苦落后的小镇。 它自幼就展现出了强大的阅读和写作天赋, 三岁自学阅读,七岁就写出了第一篇小说。 相比之下, 波拉尼奥更爱的是诗歌, 若不是为了金钱, 波拉尼奥大概是不会轻易写小说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彼时,青春期的波拉尼奥为了阅读而逃课, 没有钱就偷书来看, 后来不满足于此, 十五岁就辍了学, 成为一名矛头诗人。 二十岁时, 他又投身到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 遭到逮捕, 险些丧命。 后来, 革命失败, 波拉尼奥返回墨西哥, 并在二十五岁时去往欧洲, 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 他白天做着各种灵工, 包括捡垃圾。 晚上回来, 则写着自己的诗。 这样的生活是波拉尼奥自己选择的。 日初时, 他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群, 日落时, 他又成为了这个宇宙的缔造者。 就这样过了十几年, 37岁的波拉尼奥当了父亲。 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他结束了流浪诗人的生活, 开始写小说养家。 2003年, 波拉尼奥因为等不到干移植而离开人世, 年仅50岁。 红大文学剧著中吧。 我们要讲述的第一个内容是, 神秘莫测的大作家为何会出现在一个连环凶杀案频发的小城? 这座城市又有什么秘密在暗地里滋生? 第二个内容是, 黑人记者来到小城, 邂逅爱情, 直面凶杀内情, 被关在监狱中的犯人, 究竟是不是真凶? 为何罪行没有停止? 第三个内容是, 揭秘作家真实身份, 跌宕一生, 徘徊在罪恶的边缘, 文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首先, 我们来看, 神秘莫测的大作家, 为何会出现在一个连环凶杀案频发的小城? 这座城市又有什么秘密在暗地里滋生? 本书的第一部分名叫《文学评论家》, 文如其名,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说四位文学评论家的故事。 将这四位评论家连接起来的, 是名叫诺·冯·阿勤·布尔迪的德国作家。 这位作家过着隐世一般的生活, 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 大家只知道, 阿勤·布尔迪在文坛活跃了几十年, 如今, 大概已经是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头了。 而且, 若是他再不出面, 那不久之后, 究竟谁才是阿勤·布尔迪, 可能就成为一个未解之谜了。 他越是神秘, 大家对他的好奇就越大。 于是, 欧洲相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 研究阿勤·布尔迪的文学评论家们。 他们不仅对阿勤·布尔迪的作品充满热爱, 对他这个人也饱含热情。 坊间流传着许多和阿勤·布尔迪相关的留言, 见过他的人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的故事。 捕风捉影的人则说, 阿勤·布尔迪之所以不露面, 是因为他杀过人, 又或者他是个纳粹。 说回我们的四位文学评论家, 三男一女, 他们是阿勤·布尔迪的狂热拥护者, 分别来自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英国, 在各自国家里翻译阿勤·布尔迪的作品, 并在一次国际文学研讨会上相识, 成为了好友。 他们为了得知阿勤·布尔迪的真实身份, 四处打听, 还来到了阿勤·布尔迪的出版社。 这位多年前, 见过阿勤·布尔迪的出版经纪人说, 他是个好人。 当他们希望经纪人能够帮忙联系下阿勤·布尔迪的时候, 对方立刻摇头表示, 不行。 最后, 一位评论家不死心, 又问道, 那阿勤·布尔迪长得什么样子? 经纪人回答说, 很高。 之后几年里, 阿勤·布尔迪的作品被越来越多人数值, 威望与日俱增, 甚至被诺贝尔文学奖列入了候选人名单中。 不过, 无论阿勤·布尔迪的书迷们多么热情, 这个作家像是铁了心事的绝不出面。 一次偶然, 四人得知, 阿勤·布尔迪在墨西哥一个边境小城圣特莱莎出现, 于是, 他们决定前往。 刚到的第一晚, 他们都做了噩梦。 几天的寻找, 评论家们发现, 根本没有半点阿勤·布尔迪的下落。 他们沮丧地再次询问见过阿勤·布尔迪的人, 那人是圣特莱莎的文化主席, 有个外号叫蠢猪。 他说, 阿勤·布尔迪是在一个深夜给自己打的电话, 说在过夜的旅店受到了警察盘问, 蠢猪赶到旅店帮这个老人解了围。 他们赶紧询问蠢猪, 阿勤·布尔迪看起来怎么样? 蠢猪说, 他的眼睛很蓝。 目前为止, 对于这个伟大的作家, 我们也仅仅知道, 他个子很高, 眼睛很蓝。 评论家的圣特莱莎之旅几乎是无功而返。 他们在那里听说, 有两百多个妇女在近几年被残忍杀害了。 据说, 凶手已经被抓住关了起来, 可连环凶杀案仍然在发生。 第一部分的故事到这里就缓缓结束了。 四位评论家一边研究文学, 一边过着自己的生活。 他们对圣特莱莎的凶杀案兴趣不大, 但这一部分引出了两个全书至关重要的线索。 一个是阿勤·布尔迪这个神秘的作家, 另一个是圣特莱莎这座被死亡和恐惧笼罩着的小城。 阿勤·布尔迪是否真的在圣特莱莎? 这个疑问, 作者波拉尼奥没有急着回答。 他留下了很多悬念, 将慢慢揭开神秘面纱。 本书的第二部分名叫 这是一个人名, 他同样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 他在圣特莱莎大学里工作, 是阿勤·布尔迪的研究者之一, 负责接纳从欧洲各地而来的 阿勤·布尔迪的研究者们。 不过, 阿玛尔·菲塔诺和我们前面说到的 四位评论家不一样, 他不关心谁是阿勤·布尔迪, 他只对这位作家的作品感兴趣。 这和阿玛尔·菲塔诺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他原本是智力人, 后来主动选择来欧洲流亡, 这和作者波拉尼奥很像, 也可以说, 阿玛尔·菲塔诺就是波拉尼奥的化身。 阿玛尔·菲塔诺的私人生活算不上美好, 他的妻子爱上了一个有精神病的诗人, 这个诗人后来被关进了封人院, 妻子义无反顾选择流浪, 也要去寻找世人。 就这样, 他抛弃了丈夫和女儿, 再回来圣特莱莎的时候, 已是七年之后。 妻子得了爱滋病, 他是来见阿玛尔·菲塔诺和女儿最后一面的, 那之后, 就只剩下阿玛尔·菲塔诺和女儿罗莎相依为命。 阿玛尔·菲塔诺十分恐惧 圣特莱莎里频频发生的妇女凶杀案。 有一天, 他的书柜里多了一本书, 他紧张得什么也干不成, 这是谁的书? 自己从来不看这个领域的书,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书柜里? 阿玛尔·菲塔诺时不时跑到女儿房间, 看女儿是否还在? 圣特莱莎的凶杀案始终没有结束。 比起之前评论家们对阿琴·布尔迪的关注, 阿玛尔·菲塔诺则认为, 知识界的人更应该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现实的罪恶问题。 小说发展到这里, 依旧没有直接讲述这些凶杀案, 而是以阿玛尔·菲塔诺自己在脑海中神经质般地 和死人自问自答来引出他对这些案件的担忧和关注。 这一章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告诉大家谁是阿琴·布尔迪, 也没有说圣特莱莎的凶杀案究竟是谁犯下的, 只是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担忧, 以及一个父亲的恐慌。 这一章的作用就是将开头对阿琴·布尔迪的探索 引到了这些凶杀案上。 如果说, 第一部分里的文学评论家和当时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独善其身, 除了文学不关心身边的任何事情, 那么阿玛尔·菲塔诺是特别的, 他研究文学也关心自己生活的城市。 故事到这里马上就要进入正题了, 布拉尼奥涉下的悬疑也在一层层拨开。 接着,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的内容。 黑人记者来到小城, 邂逅爱情, 直面凶杀内情。 被关在监狱中的犯人究竟是不是真凶, 为何罪行没有停止? 布拉尼奥给这一部分起名为法特, 这同样是个人名, 英文Fate也是命运的意思, 他是美国黑色黎明杂志社的黑人记者。 法特被派到圣特莱莎, 报到一场拳击赛, 原本这块内容不是他负责, 但上一个拳击组的负责人嫖娼时, 被妓女的老公打死了, 所以这项任务就到了法特这边。 法特的母亲刚刚去世, 她情绪低落地接下杂志社安排, 动身前往了圣特莱莎。 刚到这座罪恶之城, 他就听说了这里可怕的妇女连环被杀案。 原本法特对拳击赛就兴趣缺缺, 当他得知了杀人案后, 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丝好奇, 这大概是他骨子里记着的天性, 以及自身那种对不公平事件的敏感。 实际上,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将圣特莱莎的杀人案件报道出去, 当地人在得知了法特的身份后, 都会问一句, 你是来做杀人案的报道的吗? 这时候法特只能回答, 不是, 我来报道这个星期六的拳击赛。 在圣特莱莎的第一夜, 法特吃了一个好吃的热狗, 也算不错的一天。 第二天工作时, 法特就抽空一直在和同事打听圣特莱莎的凶杀案。 据说, 大部分被害女子都是加工厂的女工, 很年轻, 留着长发, 可这根本算不上特征, 因为在圣特莱莎, 大部分年轻女子都是这样的。 警方已经抓住了凶手, 可凶杀案还在继续发生, 那抓住的真的是凶手吗? 还是说凶杀案的凶手不止一人。 法特又询问这些年死了多少女人, 对方回答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二百多人。 法特决定, 他可不想报道什么拳击赛了, 他要报道更有意义的凶杀案。 法特的决定引起了一个女记者的注意, 他叫龙卡尔, 第一次见面就问法特, 您对圣特莱莎杀人案感兴趣? 龙卡尔没等法特回答, 就直接说, 自己根本不是来报道这些低级又庸俗的拳击赛, 他是来报道凶杀案的, 但这些案件可不简单, 报道这些案件的记者相继死去或者失踪。 其中一位女播音员在暗中调查这件事的时候被杀, 她在被杀之前遭遇了毒打和强奸。 更可怕的是, 这些记者遭遇的这一切都不是在圣特莱莎发生的, 可想而知, 凶手的手伸得有多长? 龙卡尔难过地说, 他的前任花了七年时间整理圣特莱莎的杀人案, 然而最后死于非命。 龙卡尔之所以来和法特说话, 是因为他想要请法特和自己一起去监狱探视所谓的杀人凶手。 两人约好了时间, 不过布拉尼奥没有继续讲下去, 而是开始说法特在圣特莱莎的另一件事情。 法特在圣特莱莎的酒吧认识了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很漂亮和法特相谈甚幻, 但法特发现他在吸毒还拍摄了色情影像。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人让法特想起自己的母亲, 他想要拯救这个女人。 实际上, 法特这部分的故事和第二部分的阿玛尔菲塔诺有很大的联系, 这个法特想要拯救的女人正是阿玛尔菲塔诺的女儿, 罗莎。 前面我们还说, 阿玛尔菲塔诺很担心女儿会被圣特莱莎可怕的杀人犯杀害, 现在为什么罗莎会变成这个样子? 实际上, 阿玛尔菲塔诺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 他变得有些疯疯癫癫, 而罗莎似乎是为了寻找一个呼吸的洞口, 滥交之外还学会了吸毒。 虽然阿玛尔菲塔诺精神上不太正常, 但在得知了法特的美国记者身份后, 这位父亲做了最后的挣扎。 他问法特, 你能把罗莎带到美国吗? 阿玛尔菲塔诺痛恨自己当初来圣特莱莎的决定, 他希望法特能够将女儿从这座城市拯救出去。 原来, 罗莎已经被当地黑社会盯上了, 法特也险些因此丧命, 他决定在将罗莎送出圣特莱莎之前, 赶紧和龙卡尔去一趟监狱。 他们还要采访那个杀人凶手。 这个杀人凶手走在监狱的长廊时, 法特心想, 这可真是个巨人, 脚步沉重无比。 凶手哼着歌谣, 罗莎告诉法特这是德语。 突然, 凶手又换成了西班牙语和英语。 很快, 凶手出现在三人面前, 确实是个大高个子。 他还有一头金色的头发, 以及一双蓝色的眼睛。 故事到这里的时候, 人们突然想到了第一部分, 四位评论家们, 对阿琴·波尔迪的探索。 人们形容这位作家是, 很高, 蓝色的眼睛。 虽然眼前的这个凶手和阿琴·波尔迪的年龄对不上, 但波尔迪奥依旧用这样隐喻的方式, 将前三部分连接起来。 波尔迪奥所写的第四部分是本书的高潮, 不过, 绝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写法。 他把圣特莱莎从1993年到1997年间, 几百名女性受害者的死状和死因, 以记事的方式详细写了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充斥着血腥的死亡和恐怖的死状。 波尔迪奥的文字非常直白, 直白得近乎残酷。 他用事实说话结合了大量的罪恶。 然而, 死者一个接一个出现, 有未成年的幼女, 有怀有身孕的孕妇, 有正直青春的女性, 也有临近40岁的女性。 这些死者被发现的间隔越来越短, 而凶手并非一人。 他们是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手法杀害。 警察的追查虽然没有停止, 可也没有什么效果, 凶手并未停止杀戮。 不仅如此, 这部分揭示的罪行不单单只有凶杀案, 还有警察局内部的腐败。 警察局长是当地的毒贩头子, 警察内部和各种领域也都有牵扯。 圣特莱莎的恶一寸寸侵占了整座城市, 让这个工业小城变成了人间炼狱。 人们在看这一部分的时候, 通常会心有余悸, 太恐怖了, 这是真的吗? 还是布拉尼奥虚构的故事? 实际上, 圣特莱莎这座小城是真实存在的, 这正是墨西哥的华雷斯小城。 如果说, 小说里四年死去了200多名女性是可怕的, 那在华雷斯, 一年的死亡人数就高达400多人, 又该让人如何评价? 这让人想到了书中的一句话, 像所有城市一样, 圣特莱莎也是没有尽头的。 那么, 罪恶的尽头又在哪里? 我们来到最后, 揭秘作家真实身份, 跌宕一生, 徘徊在罪恶的边缘, 文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本书的第五部分, 终于开始说我们的大作家阿琴·布尔迪了。 阿琴·布尔迪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笔名, 他的真名叫汉斯, 母亲是个独眼, 父亲在战争中丢了一条腿, 是个瘸子, 他还有一个妹妹。 尽管母亲是独眼, 但阿琴·布尔迪的眼睛却像母亲一样, 是湛蓝色的。 阿琴·布尔迪的个子其实是他瘸腿父亲担忧的因素, 这么高的个子在战争中就是活靶子。 阿琴·布尔迪13岁就辍学了, 19岁当兵, 成为了德国的一名纳粹士兵, 侵略欧洲各个国家。 这里就连接上了上一部分的罪行, 不过这里不是说谋杀, 而是比谋杀更可怕的战争。 人性深埋的罪恶在战争里被放大到极致, 尤其是当你身处恶的阵营, 你就要变成恶的屠夫, 无论是否愿意。 但阿琴·布尔迪拒绝这种通流合物, 他很与众不同, 身处战场, 但好像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 他也执行长官的命令, 可他一枪未开, 敌人的子弹也像是绕着他走, 没有一枪打在他身上。 随着战争进行, 德国开始频频战败, 阿琴·布尔迪随着部队落魄躲藏。 在一个房子休息时, 他想找一个能够代替绷带的东西, 结果在壁炉后面, 找到了一个名为安斯基的苏联作家的手稿。 手稿里写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失败, 以及科幻作家伊万诺夫的经历。 这份手稿就是阿琴·布尔迪写作的种子。 他把手稿藏起来, 在困难时拿出来阅读, 这成为了他的精神之主。 阿琴·布尔迪这个笔名也源自这个手稿。 其实,阿琴·布尔迪也杀过人。 在战斧营的时候, 他身旁躺着一个杀死了五百个犹太人的纳粹。 阿琴·布尔迪将这个人杀死后, 逃了出来。 那之后, 阿琴·布尔迪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他自己也越来越神秘。 再加上, 得了重病的妻子在海边离起失踪后, 这个作家便对凡是一切失去了兴趣。 他不在乎什么诺贝尔奖, 也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自己的作品。 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 很大程度上和自己参加过战争有关。 他认为, 所有的德国人, 甚至不是德国人的人, 都被希特勒击奸了。 这听起来不太好听, 甚至粗俗, 但正是阿琴·布尔迪, 或者说是布拉尼奥对战争的真实看法。 接着, 故事开始和前面连接起来。 插播一句, 为什么在狱中观着的凶手, 长相上和阿琴·布尔迪如此相似? 因为, 狱中的克劳斯是阿琴·布尔迪的亲侄子。 克劳斯被冤枉入狱, 他只是一个无权无视的替罪羊, 真正的罪犯潜伏在黑暗中, 伺机撕咬猎物。 克劳斯一直想要讨回清白, 奈何一切徒劳。 克劳斯的母亲也在监狱外 为儿子的清白奔波, 不断在家乡和墨西哥间往返。 一次偶然, 他在飞机上读到了阿琴·布尔迪的书。 他发现, 这个作家描述的独眼妈妈和瘸子爸爸 怎么和自己家的情况一样? 他意识到, 这个神秘的作家很可能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 于是, 他设法和阿琴·布尔迪取得联系。 阿琴·布尔迪得知后, 很快动身找到了妹妹。 妹妹对阿琴·布尔迪说了克劳斯的事情, 希望阿琴·布尔迪能够帮助他。 最后, 阿琴·布尔迪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是否将侄子救出来了, 我们不得而知。 全书的结尾是这样的。 很快, 他就走出了公园, 第二天去了墨西哥。 或许, 这就是第一部分里四位评论家得知阿琴·布尔迪现身圣特莱莎的原因。 写完这句话不久后, 布拉尼奥也离开了人世。 最后, 作者并未告诉我们谁是凶手, 也没有告诉我们阿琴·布尔迪是否救出了侄子。 但或许, 他原本也没有设置凶手, 因为在圣特莱莎里, 罪恶并不是义人所为, 凶杀案也不是义人所作。 有人曾问, 在圣特莱莎这种罪行面前, 文学有什么作用? 文学和书籍的力量在战争和血腥面前是脆弱的, 可他依旧能够引起人们的反思和关注。 因为文字可以揭开现实的遮羞布, 让事实以最真实的模样暴露在人前, 让人们直面自己忽视的或者自己不愿看到的世界。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而身为一个作家, 更应该以手中的笔杆指基现实传达真相。 好, 到这里2666就介绍完了。 下面再为你总结一下本书的精华内容。 首先, 我们讲述了欧洲四位文学评论家 为了探寻热爱的作家阿琴·布尔迪的踪迹, 来到墨西哥的一个小城, 圣特莱莎。 然而, 这里正在上演可怕的凶杀案。 四位评论家没有见到阿琴·布尔迪, 便纷纷回到了各自国家, 而留在当地的一个文学研究者 则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里的黑暗。 其次, 一个名叫法特的黑人记者来到圣特莱莎, 不仅从黑帮手里救走了当地文学研究者的女儿, 还和另外一位女记者在监狱里见到了所谓的凶手。 这个凶手的外貌很像阿琴·布尔迪, 他明显是个替罪羊。 但因为监狱里的势力与外面罪恶紧密相关, 他自证其名的路程很漫长, 这里还将圣特莱莎几年来被谋杀的女性的信息一一写出。 波拉尼奥用真实的鼻触来揭露罪恶。 最后, 我们千呼万唤的阿琴·布尔迪终于出现, 他参加战争, 不愿意杀敌人, 反而杀死了同伟德国人的纳粹, 过起了流氓的生活。 他在战争中得到了一份手稿, 这为他日后的写作埋下种子。 监狱里的替随羊居然是阿琴·布尔迪的亲侄子。 在妹妹请求下, 八十岁的作家踏上了去墨西哥圣特莱莎的路。 有人说, 这本书的结尾很匆忙, 像是没写完一样。 这是因为波拉尼奥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 或许我更愿意相信, 波拉尼奥用这种方式不愿和读者, 不愿和这个世界说结束, 所以他始终没有真正给这本书写上句号。 最后, 让我们用波拉尼奥书迷们最喜欢的一句话 来描述这个伟大的作家吧。 他是拳击手的后人, 拳击手擅长使用拳头, 擅长在拳台上挫败对手, 但他将整个生命意志转化为拳头。 与独裁政治势力博, 与魔幻现实主义斗, 与超现实主义施人拼, 与旅途一切牛鬼舍神针。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 他才是真正的拳击手, 才是真正的骑士, 像极了唐吉克德。 人生很难, 我们要用坚持的理想来点燃黑暗。